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 腻虾之后要多吃绿豆 加上一个苹果,轻松甩掉大肚腩 脸色红润,气色好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200克的绿豆倒在一个大盆里面 绿豆是我们熟知的豆类之一 营养价值特别的丰富 其中有维生素B、C、E、K 多种矿物质的来源 含有的液酸成分对形成红色细胞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多吃一点绿豆可以让脸色红润 而且绿豆的脂肪热量都很低 含有大量蛋白质、切微素 还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成水平 也还有着助消化、瓜油、去脂 因此如果有减肥瘦身需求的朋友 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绿豆哦 往绿豆里边加入适量的清水 下手把绿豆搓洗一下 洗掉上面的灰尘和杂质 再换一些干净的清水 没过绿豆 然后静置在一边浸泡半个小时 浸泡绿豆的时间我们来准备一个苹果对半切开 再把果盒给去掉 苹果是一种水分非常多的脆口的水果 富含维生素、果胶和膳食纤维 而且果皮当中的果胶成分尤其多 所以平时我们吃苹果的时候 最好连皮一起吃 把苹果切分成小块 苹果中还含有抗氧化的成分 多吃一点对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苹果切好装在碟中备用 也可以加一个黄瓜 这样吃起来口味丰富 而且维生素的含量特别高 黄瓜还蛮够促进排毒排便 特别适合夏天吃 切好和苹果放在一起 再加一块生姜洗净后切成薄片 生姜是成热镜的 可以和寒性的黄瓜和苹果 起到一个综合作用 不用切太多小半块就可以了 把生姜和黄瓜苹果装在一起备用 大概小时后绿豆也泡发好了 用漏勺把绿豆捞出来 稍微粒一下水分 然后把绿豆倒进一个货币机里面 把刚刚切好的生姜黄瓜苹果也一起倒进来 加入400毫升的凉白开或者是清水 启动破壁机 把这几种食材打成糊 可以多打一会 打得越细腻越口袋越好 打成糊状以后 倒在锅里面 开中小火煮开 如果家里面有豆浆鸡的 直接用豆浆鸡打完 就可以到处来喝了 像这样子煮开冒小泡泡就可以了 把绿豆苹果米糊倒在碗中 喝的时候呢 可以按照个人的口味 加上一点蜂蜜或者是白糖 不过我觉得这样喝都是非常的清香可口 可以在早餐或者是晚餐的时候来上一碗 健康营养又好喝 特别是有需要减肥健身 或者是说有大肚男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结合一下运动 吃过一段时间以后 轻松甩掉大肚男脸色红绿气色好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